影片编辑日期,2018年1月18日 披萨,栗子,贡丸萝卜汤,这样的组合有点奇怪,不过花60元就能吃到这些东西,我觉得挺好的 烹饪步骤,一,准备一个电锅 二,把切好的贡丸萝卜加500丝丝水,放在电锅最底层,用有孔的蒸盘盖上 三,把披萨放在小盘子里,叠到蒸盘上 四,把栗子放在内锅盖子上,盖住披萨 五,盖上电锅大锅盖,六,好像少了点什么 七,把大锅盖打开,巴拉巴拉东西全拿出来,我忘记外锅要放半杯水了 八,都弄好后,按下开关,等半小时就可以吃了 半小时后,冒着热气的栗子先放一边,等餐后再来当点心吃 当当当当,披萨上场 底部因为起丝掉到饼皮下面,稍微有点灭入 好吧,拿它没办法 切开来试试 几丝粘到会千丝,果然是披萨没错 接着看供完萝卜汤 其实这锅可以煮类似关东煮的东西 或是改用带肉猪骨搭配白萝卜 再随便加点调味料,美味更上层楼 最后说明一下栗子的处理方式 先拿到没人看见的地方,用刀尖刺破外壳 再用刀刃从破口处下压切开 请看完成后的样子,这栗子大约九分熟 用小汤匙挖出来吃会有一种青春美好的感觉 好像18岁那年,第一次牵女生的手 在微甜的回忆中心神荡漾 如果你想吃熟透的栗子 就电锅里面放到有中年宅味那种感觉就行了 以上,孤狗姐姐配音,881 包子挑起外文物的蝉,罐子里的冰马云 像船家里有冰马云,不管起来 咱们也会叫你起船尿尿,恐怖哦